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伯母说她跟伯父过了天就从四川回来 又不开董事会他们回来干嘛 筹备我们的婚事啊 你跟他们说了 你没说不可以说的 地雷阵已不好 她正款款申请而来 那我也该去慰问一下受伤的小朋友了 我的小礼物也是时候送出去 我弟 我弟弟 有钱 有钱 我弟弟 人质 我弟弟 心的 我弟弟 是 什么的味道你都变不出来了 你说一大早天的 你不在公司上班到这儿来讨什么骂呀 我讨的可不是骂 我今天来讨你 别跟我开玩笑 他表作 我可是股东 快点快点 别起了 别起了 好不好 快点 快走 别走了 我的妈妈走了 我的妈妈走 往里面走 快走 麻烦帮我捡一下我的娃娃 来 来 走 快走 快走 我的妈妈 什么娃娃呀 我要的是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在我右边那第二个抽屉里 你锁住了 那钥匙在柜子上面 没有 我没带走啊 可能是罗兰姐她拿走了吧 那个您去问她一下好吗 费总 费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喜欢这戏剧性的 你们家父亲耍的事 人家菲菲姐吧 菲菲姐现在形胆影枝 多可怜 你击破什么 让龙老姐先把话说完呀 父亲失忆是装的 他不认识薛菲也是装的 在法庭上假装给我和好 他还是装的 这个王八蛋 他假装给我和好 就是为了想把房子 过后到他的名下 一脚就踢出去 残绝人寰 呸 鞋兽不如啊 绝对正常 我把你们揪来 不是想听你们说风量话 我当够降临嫂了 这回我一定要当秦相连 你们 你们一定要帮我找证据 这这这证据 我原来咨询过律师 他说只要能抓住 父亲出轨的证据 房子和孩子我都可以优先挑 为了不让那两个不要脸的得逞 你们 你们必须帮我这个忙 这 这 喂 费总 我马上过去啊 必须的 你们说这父亲 连装诗意都想得出来 他还能留下什么证据 不如去给我们 要不你色诱吧 反正这事 你不也挺爱干的吗 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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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林姐要知道 非把我凌迟了不可 小智智 要不你给我们点智慧 我也许有办法 那我们可就指望你了 费总 李总 洛兰 吴迪走的时候 把钥匙留给你了吧 你帮我去找一下 上个季度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我去找 你说林吴迪走是什么意思 我想找个内外兼修的 就把它送给心意了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版本 不过我听到的版本可不一样 林吴迪看的概念江河日下 便明哲保身地另攀了高枝 丢下了一副烂摊子和一个糊涂虫 让它自生自灭 我相信就算是好消息到你耳朵里 肯定也是一坨垃圾 因为你的脑袋里 就是一个大垃圾加工厂 费总 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我不太清楚 你清楚吗 我当然清楚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你要看表我把表给你看 你要是看不懂 那问题就是你的 看不懂的数字 我一定要弄明白 为了弄明白我就得看账目 你不会拒绝一个股东的合理要求吗 你们的手写账目 有 我去拿啊 等等 你的权限只到资产负债表 手写账 历来只对董事会工 这就麻烦了 你既然说不出这些数字怎么来的 你又不让我看账目 你这不是明摆着 让我怀疑你的账目有问题吗 交接的时候没问清楚吗 费总 我 我家的事 不是你家的事 好了好了 好的 我让林吴迪给你解释 这不好吧 他现在都不是你公司的员工了 你为什么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金钱呢 这个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喂 飞总 翟总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不会反悔的 我真的不会反悔的 我现在正在去的路上呢 今天早上又到堵车 我还有 还有三站就到了 马上就到 好 你先坐吧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手机呢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手机啊 我电话还没讲完呢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手机 来 找到了 紫禁 你的求助热线出问题了 刚才还痛呢 范天南 我记得你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争着买单的人 篮球队训练完 买汽水的那个人肯定是你 打完比赛以后的庆功宴 首席赞助的 从来都没有别人的事 这么多年以来 请女孩子吃过的饭 那更是不计其数 不过你有过买不起单的时候吗 例如脱贴盛宴之后 却发现你身上 身无分文 身边还有一群你最在乎 最怕出丑的朋友 那情景 我想不出来 不知道你能不能 叫什么呀 小礼物 送给你的 香港回归 奥运召开历史博物馆门前 不是都要挂一个倒计时牌吗 这就是李安瑞本人回归概念的倒计时 你不用管他 他已经设定好了倒计时程序 一个星期以后 他就会自动地归络 到那个时候 海水退去 你以为别人看不见的那些胶石 他都会冷 你这个人有妄想症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想找任何借口 让我给你看账 不就那几个破书看不明白吗 奇奇怪怪说这么多废话 我们的一个人在看不见 你不认为你 谁都看不见 你不认为你 请问 情况 喂 翟总 我马上 我是费德南 费总 您找我什么事啊 帮我个忙 现在李大人看不懂 我们上个季度的 资产负债表 你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表是你做的 应该不难吧 费总 资产负债表 是给他看的 绝对不可以 千万不能给他看 那个东西我没有处理过 那你就凭着印象 凑合着给他解释一下吧 否则李大人 要搬到概念来查账了 我可不想天天 对着他那张大脸 这样 可是 你就再帮我做件事吧 喂 林助理 我本来不想找你的 但是费总她一定要坚持 给你打这个电话 所有的事情 我就必须要问清楚了 冲底按揭贷款的那三笔款 除了一笔是租金收入之外 其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你下不下 我 要不要我给你提示 一笔十万 一笔 不好意思 我让你去 走 走 李总 我认为您作为股东 更应该担心股份收益 和资产的那部分 至于负债和荒款的问题 表上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概念现在的状况 偿还能力和避险能力 都很强 这个 这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您 您专门的那笔钱 其实来源非常简单 是过去的应收账目 哪笔应收账款 出处 时间 业务名 你够了没有 该年那么多业务 还要一笔一笔下去汇报吗 牛鼎 我知道这事如果你想编 是不好编的 所以我建议你最好实话实说 好 好 我告诉你 那笔钱是从我名下的公司 汇过来的 喂 喂 又 又死机了 你又去哪儿了 你又知道这事 是什么 不想要用我 你去找你 人民币的 我联系了一家不错的装修公司 等那个倒计是中到零的那天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真相大白了 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过来装修 把那些见不得人的那些龌龊的东西 都洗刷干净 当然 风格肯定是李安芮特色的 再见 等等 把你这破儿童玩具拿走了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藏在桌子底下那点破事我都知道 我今天过来无非是想得到一个证实 你把这事交给了一个非亲非故的人 又把他给放走了 你真的真的是蠢透 你都知道了 有些旅行才会把李安芮特色 我会说了 没什么事 那我今天也没有想起来 我还是知道 我挺有事 你什么事 你不肯定 我来说 我这些干什么 你都不能干什么 你上乎 是我 跟你说话 还有话 我喜欢看人做垂死 我承认 那笔钱是我懒私活赚的 我现在能做到 只有自己被黑锅了 对 有个自己的小公司 我经常做概念 拿些小活出去偷偷做 我承认我是贪心 可是当概念 真正出现危机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 把这笔钱还回去 不是 这就是你找不到 出处的十万块钱 不知道这种话 能不能瞒得过去 怎么 你在概念还有财务问题吗 这我可没想到 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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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今天下班之后 再给你打电话说具体问题 我现在这里 也不太方便 行啊 故事编得挺不错的 至少给了我一个 无从考证的处处 因为你非常清楚 我现在没有权利 查你名下的那家公司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好享受你的新工作吧 即使不查账 这个东西 仍然有香 一周之内 别在这儿骚扰我 你好 好 概念最近的新鲜事还真多啊 听说你容生总裁助理了 是财埋不住 埋住不是财 像我这样的海归 在这里已经够取财的了 身为总裁助理 有什么好好奇的 你这个助理 配他那样的总裁 你们俩可真是臭味相投啊 你 不过呢 你们的好日子可真没几天了 我告诉你 我们的好日子长着呢 别以为你阴阳怪气地 说几句怪话 就能打倒我们 如果不想挨骂 就少登这个门 真是识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昨天还是一个 四处借钱的乞丐 今天就耀武扬威了 裴小姐 武帅错棋了吗 你 你 贝总 他竟然说我们俩 臭味相投 我们俩明明就是 住眠闭合嘛 行了 最好别把咱俩搅合在一起 我 我把今天的药丸整理好了 请您过目 你把超市的促销单子给我拿来干什么 你把超市的促销单子给我拿来干什么 行了 行了 你去叫无用来吧 等等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交给我 你不是在美国学个六个学期的金融吗 那我拜托你 帮我起草一份招商的商业计划书 我知道你不在行 但是我找在新助理之前 你只能尝试着去做了 新助理 你为什么还要找新助理 我要找人帮我做简报 好好好 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来 当然我对你的效率是很赞赏的 但不希望你人在曹营心在汗 希望你不要和概念的财物扯上什么麻烦 不会 那最好 这是我们公司的绝密的商业计划 你抓紧时间看 明天上午我们要开个高层的会议 这么多 今天晚上都要开玩吗 你一来啊 就给了你这么一任务 试有点重 我想你不会辜负我们的希望吧 今天啊就别回家了 给你准备了个睡袋 你就加个班吧 陪助理 这是今年广告行业下方的所有文件 请归答 这个照片 我天下 reminding你 上了一遍 我算了 你这是自己想要吗 我本来在什么 我本来像样子 这边是在心里 你可能是在理想 我本来说 你为什么要做 我没有一个像样子 你了解男人吗 难道就这么难回答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男人我算是看透了 到头来啊 都是只见熄人笑 不见旧人哭 你跟父亲怎么样了 离了 在我心里 就算离了 嗯 就差搬手续了 李总 听说你快要结婚了 你们年轻 你们了解男人吗 趁着没有孩子啊 一定要想清楚 祝你好运 李总 你好 安琴 有陪娜在 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的 把那给我吧 我在叶蓉那儿 最后争取一下青阳 你真是去谢叶月蓉吗 别等我吃饭了 保持笑容 下巴才高一点点 眼神可以再抚慰一点 好情绪很好 你就该是这种 风情万种的小样子 摄影师准备 顺便实拍 好了吗 谢谢 你 你干什么 把我手机放下 你故意的对不对 你太不敬业了 不许动 导演 他拿我手机 那也不许动 这是胶片 胶片 不是那些廉价的录像带 你知道你刚才那一句 你干什么 费了多少胶片吗 你知道那些胶片值多少钱吗 当然 钱在我心里不是最重要的 我心疼的是情绪 是情绪 导演 你先对着摄影机酝酿情绪吧 我出去看看 你这个坏丫头 导演 你扼杀了我的心 他手机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手机的辐射有点大 破坏了人的气场 所以我要把它拿走 我是说呢 怎么这两天一进棚子 头影眼花口干舌道脾气暴躁的 原来是他脑子 这一定是山寨手机 薛瑞菲那个笨女人 一直找不到感觉 可能也跟这个有关 好吧 我批准了 这个手机暂时由你保管 从现在起 不需要再看见他 怎么一条肉麻的担心都没有 平时那俩人多腻啊 小儿科 我会傻得在手机里留证据吗 一群笨女人 大大 怎么样 吴迪一走你这屋子显得宽敞多了 闭上你的嘴巴 这死李安队的鼻子比凸臼还灵 吴迪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给我来找事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这是 李安锐倒计时 他好像知道天才的事 他要知道天才的事 他要倒计时干什么呀 如果他要想要概念 早就直接提着大刀来 将你斩落麻痹了 可是他说那些话太奇怪了 不过幸好 他不知道咱们有秘密武器 这是吴迪走之前做的 你好好看一看 有不懂的地方 赶紧问问你周围的高人 那笔资金我志在必得 到那个时候 这破玩意儿 就该是李安锐滚出概念的倒计时了 你既然有现成的 你还让裴哪儿忙我什么的 只是给他找点事 免得他来烦我 对了 你以前谈过资金吗 对了 我认为他想找到 我只是想找资金 你们自己对你的 能够大那么多 你干吗 为什么 我好啊 你还是要拒练 你损练 我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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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好啊 我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 领导给我好多好多的资料要看 明天一早心意有个高层会议 很重要的 好姑娘嘞 不错嘞 来 阿姨 吴迪要开高层会 来 我跟他说 吴迪 你要参加高层会议啊 乖乖 行啊 林总 升得过快的呀 唐雅精 你小声点真碎了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我爸回来 你可千万别说漏了 你就说 说我 说我在该年加班 所以晚上回不去 你要说漏了我可就死定了 是 林总 来来来来 怎么怎么 都 林 林总呢 我的 你 Move 挂电了 跟他约的时间是 好吧 东西放下 你们可以走了 嗨 这位姐姐 来了多久了 上回来我可没见过你啊 你声音好菜轻肉 对不起 我还有事 姐姐 姐姐 刘总 我这儿有一份干年做的 问卷调查 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谢谢 你去付账吧 我付账 这可是你提议来的 我的卡被案件没收了 你知道 那那那那一会儿去买衣服这个 还是刷你的卡 我就知道挺好的 就不用再买了吧 可以报销 那这就不一样了 咱们一人再添几套吧 是我 哎呀 菲总 哎呀哎呀好累 holy 你的 呀 呢 Australia 应该感谢的是你 不 佩总 感谢谢您 我刚刚接受助理工作不久 辛苦点是应该的 您这么客气我都 不好意思了 衬衫是麻的 运瓶以后给我挂好 明天早晨我要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喂 爸 那把剑你给他没有 给了 他看了一定非常高兴吧 爸爸让你回概念就对了吧 你一回去 费总就给你这么重要的会议开 爸 我知道了 再见 阿菲 阿菲 阿菲总 我今天没迟到 而且我还把双眼区画书做好了 好 怎么 想要我在大门口 给你贴个红榜表演你一下 不用不用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想 我这个月的工资 是不是已经跳高了 为什么呀 就为了这个 你从网上下载的吗 为什么 我一直都没有 你一直不应该做 我做这些 我犯下就行 你不知道 他知道 你怎么想要 我叙眼 你要在这里 吴庸 你今天必须见到叶蓉 见不到你甭回来了 那我只剩下最后一招了 不管你第一招 最后一招了 管用就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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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公司 我豁出去了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去 喂 喂 喂 我烫死你 我烫死你 烫死你 该死的飞得难 我又不是你保护 我我插你眼 我插你眼 我是总裁秘书 哎呀 插我的手 快 保密学议 公司高层会议 跟我做 第二步 关手机 第三步 新增项目 还有些电池吗 现在商业间谍无处不在 为了安全起见 请大家 把电池全部都放在桌上 现在 会议开始 请稍等 叶总 陈南医院的吴小姐 这位是吴小姐吗 吴小姐 这位是呃 对 等一下 请稍等 ns ï 吴小姐 这次能看出我们的成一了吗 你们 你们 你们男人 怎么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呢 赶快换了去 不然我 我不想吐 冯姐 我都吐好几次了 你妈又来了 裴娜 这就是你运的衣服 倒才饿啊 非总 其实你 这挺挺好看的 真的 我要建重要的客人 就是要穿新衣服 这是我的习惯 笨 不错呀 我清几的 快快快快 看你房间号多少 1188 数字不错 还有五分钟 别迟到了 你 你要是不确定的话 你再问问吴迪 我怎么觉着这事有点悬 老吴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没为干件挣了一分钱 这回人家吴迪把事干成了 怎么着 嫉妒 老费啊 我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为你已经豁出去了 人叶蓉可说了啊 清阳那边对咱们的问卷调查 非常感兴趣 打算用新颖的广告模式 跟我们合作 新颖 就是在咱们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呢 升华出网络系列的网络 将来呀什么页面呀问题设计呀 都由我们来做 那就是说有钱赚了 钱呢 这个虽然没有英文化多 但是 叶蓉说会尽量把我们争取 哎呀老吴不错呀 能谈成这么大一档的事 有进步 是什么让你谈成了呢 一定不是智慧 带来好运的是西服 托下来给我 不行 不给 不行 裴娜把我的圣衫弄坏 让我没得穿 让我躺在机里脱 托下来 又不是这啥衣服 瞎变态 是你 你进吧 你进吧 你进去 你弄什么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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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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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出来 请进行 这一赴 您稳定 这一赴 请uations追踪 我的名字叫不定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 我的名字叫第一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的生命 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